订阅 点赞 不按 动助 您信不信 大家好 嘿 金尼的 金尼 今天呢 巴巴 要拿白糖来制作饱食点心 琥珀糖哦 那么现在就开始吧 GoGo 首先介绍需要的材料哦 白糖350克 水200克 琼子粉5克 食用色素和牙签 小子 最好呢 加加 还是要方形的塑胶桶哦 这样今天呢 金尼来 啦啦啦啦啦 制作主要是公主的话 肯定想尝一尝的 宝石点心琥珀糖哦 这样的吗 首先 巴巴 准备个空碗后 然后放进琼子粉 水 进去 这样把琼子粉和水 一起融化五分钟后呢 再放极量好的白糖 基尼煮一煮回来 得打 米非常晒 急 起来 让大家看 水和白糖 即是 都这么漂亮地融化了 加那么往这个空桶里 吉尼来倒一倒试一试吧 加那么这样 吉尼呢为了让它发出 和宝石一样美丽的颜色 把紫色 蓝色使用色素 都一起这个铅来 让它颜色变成 哇正在变成美美的紫色咯 为了不让使用色素聚在一起 吉尼来好好摊开 炸这次呢在对面放蓝色 蓝色 蓝色真漂亮 好像是个绿宝石 小朋友们 炸让跟紫色混合 好了混起来 好喽 哇 吉尼现在还没法知道做好了没有 但首先这个样子 吉尼在冷冻室里 在冷藤室里放两个小时 让它成型后再回来 熊 熊熊熊熊熊熊 朋友们看看这个吉尼把放了量子粉的糖水在冰箱里这样冻住拿回来了 有点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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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大一點的快吧 切呀開呀呀 好了 炸了嗎 現在接你 把這些都用手 掰開 朋友們也很好奇 這是什麼味道吧 這個本來是一種日本的點心 裡面像羊羔一樣黏乎乎的 但表面是脆脆的 都掰好了 這朋友們基尼不是現在就嚐它的味道 其實它呢 要在暖和的地方把它乾燥兩天的油 那麼雖然非常想吃 但是我們等兩天後再見 熊熊熊熊熊 朋友們 寶石點心會做好了嗎 你們躲開朋友們 天啊 基尼第一次做寶石點心這個琥珀糖 但是呢 像寶石一樣 顏色也發出綠色的顏色 樣子也非常漂亮 假的看這邊的話 可能是因為放過糖的 所以呢有些地方白白的變硬了呢 它的表面是硬硬的 但是這寶石點心的一個特點就是呢 裡面很像羊羔一樣軟軟的油 有點像軟糖 所以 基尼來用手胸分一半 加裡面有一點一閃一閃的感覺 但是這邊是像羊羔一樣 軟糖一樣的感覺 表面是脆脆的 有點白糖變硬的感覺 嗯 基尼應該要開始嘗一嘗嘍 因為我是公主 哈哈 這樣那麼 基尼來嘗一嘗 味道是 沒有糖 應該要加一下香料 好像沒有味道 嗯 真的哦 真的跟表面有點變硬了的羊羹差不多 甜甜的 它看上去太美了 基尼 真的覺得感覺像在吃寶石點心 嗯 好吃 咋這麼好吃的東西不能基尼自己吃 一起叫一下公主們吧 公主們 公主們 哦 基尼公主叫了我們嗎 我的公主們來了呀 不是別的 今天呢 基尼準備了和公主們相稱的小吃了唷 啊 和我們相稱的點心 那麼應該很好看吧 當然了 長髮公主 這個就是寶石點心哦 哦 是真的哦 是跟我的美麗的頭髮眼色相稱漂亮的寶石點心 基尼公主因為很好奇她的味道 所以呢做了一下 想跟公主們分享著吃唷 謝謝你… 那么我也开动咯 今天做了宝石点心虎珀糖 朋友们觉得怎么样呢 好玩吗 那么金妮下次会带 更有意思的小制作回来哟 拜拜 y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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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我们公主们经常看金妮的视频吗 假有了一些简单的材料 朋友们也可以在家里 做出宝石点心 和爸爸妈妈一起做一做吧 好吗 公主们 那么金妮公主走喽